为了援助土耳其强政 华联市公所从上个星期五就发起了物资捐赠 13号一大早汇集了所有的爱心物资 送往台北的慈济基金会 华联市公所广场上堆满物资 一旁的公所同仁则是陆续协助运送上车 这些全部都是要送往土耳其 来协助灾民度过寒冬 土耳其驻台办事处委托慈济代收赈灾爱心物资 由于超出预期的数量 办事处紧急宣布募集活动提前在13号结束 市公所同仁一大早就陆续把物资装箱打包 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出发 希望赶在下午五点之前 把这一批爱心送达指定地点 我们早上后9点都出发后 那目前把所有大家募集的物品 保暖用品包括保温杯毛巾 然后我们大棉被等等保暖物品 下午都已经送达到整个集园区了 那目前正在做打包的动作 那明天就寄送到土耳其的灾区 那也真的非常感谢我们所内的同仁 以及我们所有的里长 那送了那么多的物资 那再一次感谢大家 那也祝福包括我们的土耳其的一些灾民 那还有住灾的人员 大家都一切要平安 花莲县员魏嘉贤特别到场关心 同时他也捐出了一个月薪水 要来协助土耳其振灾相关运用 比较南区比较偏乡的一些防灾教育 可能比较缺乏 那也希望说未来花莲县政府 能够开办相关的地震的一个科普知识 让更多的孩子了解到地震的来源 还有防灾的意义 施工所发起物资捐赠 获得同仁们的热情响应 短短两天的时间 就涌入许多全新的生活必需品 包括了抗寒衣物 棉被 毛毯 保温杯瓶 婴儿及女性生理用品等等 有千样的物资 发挥爱心援助受灾国家 度过艰难时刻 卷石的群花莲市报道